Phoenix 7X 配備了全新的 LED 手電筒 本片將會介紹它的各種新功能 Phoenix 7 和Phoenix 7S 的使用者,請跳到 1 分 51 秒 不論在哪個畫面,只要連按兩下左上角的 Light 鍵 就可以開啟 LED 手電筒 關閉一樣是連按兩下 如要使用更多功能,長按 Light 鍵進入快捷目錄 選擇手電筒 開啟 這裡可以設定手電筒的亮度 或是選擇使用紅燈 長按左側的 Up 鍵來開啟選單 在平閃模式中,可以設定不同的閃數方式 像是長閃、閃爍鍵按等等 求救模式 開啟後,會閃爍 SOS 的模式密碼 並在畫面上顯示您的名字和緊急聯絡人資訊 LED 手電筒可以提升運動時的安全性 您可以為各個活動設定不同的閃燈方式 以跑步為例 長按 Up 鍵 選擇跑步設定 手電筒平閃 在狀態中,設定要使用手電筒的時間 在模式中,設定平閃方式 例如短閃 選擇後,可以設定閃數頻率和顏色 跑步不平,則是會配合手臂的擺動變化 當手臂在前方和下方時閃白燈 在後方時,則閃紅燈 Phoenix 7 和Phoenix 7S 是使用螢幕作為手電筒 不論在哪個畫面 只要連按兩下左上角的Light 鍵 就可以開啟手電筒 按 Up 和 Down 鍵 來在三種模式間切換 按 Back 鍵 或連按兩下Light 鍵 來關閉手電筒 手電筒可以提升運動時的安全性 進行活動時,可以同時使用手電筒功能 不需退出活動 以上就是這次的教學 下次需要照明時,不要再花時間找手機了 直接按兩下Light 鍵吧